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注于做一件事不难 专注于一段时间也不难 难的是把人生中的每一件事都认真 用心地去做好 人到中年 身体和精力开始走下坡路 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游走 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想要实现突围 就必须让自己越来越专注 集中精力去做成一些事 这意味着对自身体力 智力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只要熬过去了 人生便又是一个崭新的天地了 第一 人到中年 专注于事业 安身立命 人到中年 屋不是家中的顶梁柱 工作给予一个人最重要的意义 便是养家糊口 但人不是机器 虽然会为了果腹欲寒而选择被迫将就 但当职场的环境糟糕到 让一个人喘不过气 很多人便开始在熬下去和自己闯之间做个了结 终归 对于理想的追求 会促使一些中年人 坚持心中所爱 坚定做自己的事业 宋宁宗时期 画家梁凯获赐金带一条 这是作为宫廷画师的最高荣誉 也象征着成就和地位 可他却厌倦了作为代照 根据皇帝的授意 画些指定的作品 某天 他将金带挂在画院的墙壁上 离职而去 从此被人称为梁疯子 之所以有如此逆天之举 是因为梁凯开始醉心于自己的简笔 画创作 不同于当时画家喜欢用卷纸绘画 他喜欢生轩的润墨性 在宣纸上挥毫泼墨 寥寥树笔 纯粹以墨色的浓淡干湿变化来表现人物 给人以一去天成质感 他画了一幅泼墨仙人图 画中的仙人是一位醉酒胖和尚 他额头宽大 五官紧凑 目光因酒醉而迷离 画面没有背景 大片的留白给了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 成为水墨人物化的一个开端 千年之后 梁凯的画作依旧被人追捧 他的盛名在历史的长河里也从未退去光环 虽然身为打工人的你我 终其一生也难再成名成家 但专注于做自己的事业 敢闯敢拼 哪怕从一无所有开始 只要方向正确 只要舍得努力 只要永不言弃 总能闯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有了这份小事业 安身立命便有了十足的底气 第二 人到中年专注于学习 修身养性 浮躁的世界里 人们最难静下心来 一心一意地做事 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 那些想要的 渴望的便会与你不期而遇 并让你无限接近内心的纯净与安宁 在这个被称之为信息爆炸的时代 多少人跻身网络 想从中觅得一条谋生之路 写文案 拍视频 剪辑视频 看似简单的背后 无意不是知识的累积和铺垫 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的爆火 文案 有的只是日积月累的坚持 当一个中年人 开始向那小学生 重拾书本 重新做个好学生时 即便窗外弥漫着喧嚣 即便日子依旧焦头烂额 但心中的光重新被点燃 日子又有了新的奔头 学习技术 哪怕只是学习蒸包子 发面做馒头 也会因为掌握了配比 包子馒头 有了良好的卖相和口味 而让自己信心大增 更不要说其他复杂一些的技术了 那些能让自己脱颖而出 无可替代的一技之长 往往是在沉浸式学习后 获得的一项本领 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 不仅需要对一个个知识点 全面掌握 更要博览群书 开阔眼界 由此 让自己与先贤圣哲对话 与行业精英比肩 如同涵养一颗珍珠 在痛苦的魔力中 逐渐熠熠生辉 一个中年人 还能吃尽学习的苦 也就逐渐练就 超然物外的胸怀与气度 无往而不剩 第三 人到中年 专注于当下 取舍有度 昨天已经过去 明天还未到来 唯有当下 才是脚踏实地的存在 人到中年 每一天 都是最重要的一天 想到要去再做的事情 就立即去做 比如健身 不要等风停了 雨柱了 太阳不那么炽热了 选定一个相对宽松的时间 先跑起来再说 直到大汗淋漓 体会到那种久违的轻松畅快 就很好 所以 专注于当下 意味着当个不折不扣的行动牌 手头上的事情 分清轻重缓急 就按部就班去完成吧 在职场中 哪怕有些工作是小领导或其他人想方设法硬塞过来的 与其撕破脸整个高下 不如当成学习锻炼的机会 用一次次漂亮的业绩 给予对方啪啪的打脸 生活中 迎来送往 人情世故 家务所适 若非有平常心以待 难免心生不满 矛盾重重 当一个人习惯于专注当下 就会心生感恩 感恩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珍惜那些该珍惜的 舍弃那些费尽心思 也求之不得的 也许 日子还是那样平淡 烦恼和困顿也依然不适袭来 但这就是我们生活啊 人到中年 学会做个专注的人吧 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学习 专注于过好当下的每一分钟 越是收心归位 越是能在平淡生活中 发现别有洞天 渐渐的 我们就活成了独具一格的自己 成为人群中 那个安静去笃定的人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很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你会点赞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再见